美国时间星期三晚上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海利 在新罕布夏州一场市民大会 被问到南北战争的起因 海利给了长长的答案 就是没有提到奴隶制度这个词 随机引来各方抨击 美国总统拜登透过社群网站表示 南北战争起因 当然是奴隶制度 话题发酵半天 海利在星期四做损害控管 美国内战南北冲突第一枪 是在南卡罗莱纳州 由南方邦联军所开 海利曾经是南卡州长 2010年竞选州长时 他曾经表示美国内战是两个阵营 在传统和改变之间的战争 也不认为南方邦联旗是种族歧视的象征 直到2015年南卡发生 一起白人至上主义 仇杀九名非裔美国人之后 海利才签署法案 将南方邦联旗旨 从州议会大楼撤下 TVBS新闻林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